为迎接欢乐圣诞 崇石高宫夜校师生 特别利用环保材料 做成各式各样的装饰品 装点校园 让校园变得更有圣诞佳节的气氛 是用折纸的方法 然后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雪花片的感觉 那现场的话也可以看到很多 他们都是用回收环保的材料来做的 那也很感谢科里面也给我们蛮大的协助 就是有一些材料是用科里面 实习工厂他们所用的废弃的材料 来做一个圣诞的装置 那所以这次我们都是以环保的东西 然后没有花太多的经费在这个布置的东西上 因为就是环保 然后又不会花到什么钱 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个简单又 简单又环保 所以呢因为为了因应这次卡片比赛 就利用了木材的废料 以及平常对木工的认识 来完成这次的立体作品 透过师生共同合作 除了让校园变得更加美丽歪 又能利用环保素材 回收利用 用节能减碳的方式欢庆圣诞 工艺频道张华允 圆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